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扬 今天我们讲一个有关地狱旅行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但丁的神曲 Divina Comedia 神的喜剧 其实这个故事80%都是悲剧 但最后但丁去了天堂 这就算圆满的喜剧了 但丁,人类高质量男人 有句话说 十个基督教世纪成就一个但丁 就是一千年遇一个天才 但丁写的这本神曲 后世就被称作为神作 神到什么地步 就是当时但丁所在的时代 是神圣罗马帝国 说的都是拉丁语 但丁写的这个神曲 用的是佛罗伦萨的家乡画 之后大家一看这本书 牛啊 这是什么语言这么美丽啊 于是看的人非常多 大家都去学习这本语言 就成为了意大利语 所以但丁凭一个人 就创造了一个国家的语言 这就好像用粤语写了一本西游记 《红楼梦》之类的 真还胡撒了一个 丁写的神曲 我们优秀天才团的朋友 应该都看过了好几遍了吧 看完的请留言 让我们膜拜一下 据说这本书啊 99%的人都听说过 但都没有看过 神曲的原文是一部 14000行的诗歌 每一行由10个音节组成 每段诗歌有33个音节 每一篇还有33首诗歌 诗歌的第一行和第三行 是押韵的 就是13579这样下去 都是押韵 一共押了一万多行 所以呢 什么中国有戏哈呀 说唱新时代 二压三压四压 这在丹丁眼里 都是垃圾啊 按照丹丁的标准 至少要押一万行以上 所以神曲大家看不下去 是有原因的 因为翻译成华语之后呢 就失去了灵魂 我给大家放一段 这意大利著名导演 Loberto Brini的 读的神曲原文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世界顶级亚运 在中间的一步 怎么样 还是挺有意思吧 这神曲分为地狱片 炼狱片和天国片三部 这三部就是 但丁旅行中的 三个著名景点 但丁说他是从地球的一头 先走进一个大坑 一直一直走 穿过地心 再走到地球的另一端 这一段在地底下的 就是地狱 出来以后 发现地上还有一个 七层的山 那就叫炼狱 炼狱的山顶就是伊甸园 然后再从伊甸园 往上这么爬呀爬 飞呀飞 就一直飞到了天国 这天上一共有九层 什么月球天啊 太阳天 水晶天 最后达到神的国度 至高天 但丁一路上 从心惊胆战 一直走到如实如画 今天这一集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但丁伟大的地狱之旅 有一天 但丁说自己在人生旅途的中途 突然醒悟过来 还是睁眼 发现自己在一座 昏暗的森林里 荒芜人烟 更是有点害怕 还有点心酸 真迷路了 走着走着 但丁突然发现 自己被豹子 狮子 还有个母狼 全被给包围了 这怎么回事 这是要凉凉的节奏 这时候 突然一束光 射在但丁面前 啊 是一个人 这个人就对但丁说 别哭了 跟我走另外一条路吧 有个叫贝蒂利采的圣女 请求我给你带路 这贝蒂利采 是但丁的梦中情人 24岁就香消玉允了 现在在天堂 贝蒂利采就派这个人 去救但丁 而这个人 就是维吉尔 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有一部作品 叫做穆戈吉 在这里面 维吉尔预言了 救世主的诞生 70年后 耶稣基督就诞生了 那就相当厉害了 所以啊 维吉尔在基督教里 被奉为圣人 丹丁在开头说啊 自己在人生旅途的中途啊 这个大概算一下 就是35岁 这人到中年 森林迷路 前途未卜啊 前有豹子 后有狮子 还有一只母狼在盯着 此青此景 这个一把肋啊 于是 丹丁就跟着维吉尔 开始了他的地狱之旅 维吉尔带着丹丁 穿过一个巨大的地狱之门 上面写了一句话 你们走进来的 把一切希望都抛在后面吧 这个地狱叫Infernal 是一个漏斗的形状 一层一层的 越往下越窄 一直到地心 维吉尔说啊 这个地下的大漏斗 是撒旦从天堂之战 被打败的 一下咔嚓掉到地上 撞出来的一个大坑 撒旦就住在地狱的最底层 这个我在后面会讲到 天堂之战的故事 新来的朋友 去看这一期啊 强烈推电啊 丹丁走过一条 长长的地狱走廊 就看到前面有一条大河 河边还挤满的人 都非常憔悴 他们都在排队上船 船上还有个老头 在旁边骂骂的那些 啊你们这群人 飞物 老头看谁走的慢 就船桨咔咔的这么打 非常可怕 这个老头叫做卡戎 是希腊神话中 冥王哈蒂斯的船夫 而这条河 就是冥界的阿克戎河 传说过河 必须要给这个老头一个营地 否则啊就在岸边排队 等一百年 这里排队的灵魂 除了人类 还有很多是曾经的天使 就是从天堂之战 被打败的洞落天使们 神曲中有很多 希腊神话和圣经的故事 啊非常有意思 于是啊 这个丹丁就啊 这个战战兢兢的啊 走到了这河边 一时间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接受不了 这时候还突然地震了 丹丁一下就啊 直接又被吓晕了 这个倒在地上 等到丹丁醒了之后 为家里说 哎 行了啊 别乱动 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 叫Limbo的地方 这个Limbo啊 叫林伯玉 是地狱的第一层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有花有草与阳光 非常清静 很多人都在这里散步聊天 高谈拓论 但你一看 哎呀 这个河马 苏格拉迪 还有亚里士多德 这个都是大师啊 他们怎么都在这里 他们是出生在耶稣诞生前 那个时候没有基督教 没法洗礼 所以他们都上不了天堂 只能生活在这个Limbo玉 地狱的边缘 世外桃源 虽然上不了天堂 但也不会在里面受苦 但您看着啊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 据说耶稣死后复活的三天里啊 来到了地狱 救出了旧约圣经中的一些人 但您想到这就问 难道从古至今 Limbo中的人 没有人能上天堂吗 李简就说 当然有啦 耶稣曾经来过这里 带走了亚当 诺亚 摩西 亚伯拉罕等等一些人 从那以后 就没有名额了 等着吧 早急也没用 还有最后的审判 大家都有机会啊 接着 维吉尔就带着 但丁来到了地狱的第二层 这一进门 但丁都看到一个阎王爷 这个是米诺斯 在办公 这米诺斯 是希腊神话中的 冥界判官 长着一个非常长的尾巴 他听灵魂坦白 自己的过错 然后他定什么罪 就用尾巴把它卷起来 卷三圈 就去第三层地狱 卷五圈 就去第五层地狱 在希腊神话中 米诺斯他爹就是宙斯大神 米诺斯一看到但丁 就问 这个地方你怎么进来的 不要觉得地狱的门很大 你就可以随便闯进来哦 维吉尔就说 哎呀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是圣者的命令 你别管了 但丁这时候抬头一看 这个地方漆黑一片 没有光 呜呜的声音 挂了大风 好似大海上的暴风 狂风呼呼地吹 很多灵魂就被飓风吹得 啊上下颠倒左右乱飞 有些灵魂还被狂风吹得 直接砸到了悬崖上 啪啪的 然后这些灵魂疼得 呜呜呜呜呜呜哭 这里就是第二层 色域地狱 神曲的地狱一般都是 一报还一报 这些淫乱纵欲的人 控制不了自己的肉欲 那他们就在地狱里 就像狂风中的小鸟一样 让象征情欲的狂风 实际吹他们 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 就在空中 飞啊飞啊 丹丁在这里 还看到了埃及艳后 克里奥帕特拉 当年他为了保住权位 就用美人计吸引了凯撒 给凯撒生了一个儿子 等凯撒死了 他又和凯撒的继任者 安东尼又有了一腿 给他又生了三个娃 这些都是政治联姻 武则天可能也在这里面 这时候他突然发现 风筝有两个灵魂 互相紧紧地 抱在一起 他们虽然被狂风 吹得上上下下 但是呢 他们丝毫不在意 这种无尽的颠簸 而且还有些甜蜜 感觉他们是在天堂也好 在地狱也好 只要这两个人在一起 那就足够了 丹丁就问 啊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甜蜜 和热烈的愿望 让他们走上 这种悲惨的路呢 这两个灵魂 就是保罗和弗兰西斯卡 弗兰西斯卡 是当时领主的女儿 为了家族的利益 他爸就把她 嫁给了另外一个 领主的大儿子 叫做乔万尼 乔万尼虽然英勇无敌 但是呢 这长得跟这个张飞一样 这个特别丑 而且呢 还是个瘸子 这弗兰西斯卡 就不太乐意 他其实呢 一直非常喜欢的是 这个乔万尼的弟弟保罗 这保罗一表人才非常帅 保罗这个人也是啊 这个吃着饺子啊 想着嫂子 于是就跟这个弗兰西斯卡 这个眉兰眼去 一眉兰眼去 就一直持去了十年之久 就在他一次啊 他俩在热烈亲吻的时候 被乔万尼发现了 顿时他就崩溃了 拔出一把剑 咔嚓一下 刺了个透心凉 两个人就同时毕命 这蛋丁也是个情种啊 他想到这儿 心中就一阵悲伤啊 忍不住落泪啊 就问道 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 感到彼此的爱恋呢 弗兰西斯卡就说 现在这个地步 让我回忆那时候的甜蜜 真是太残忍了 你既然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那一天 我们为了消遣 正在一起看 骑士传奇 湖上的兰斯洛特 亚瑟王迷下的一个 圆桌骑士兰斯洛特 与皇后贵尼弗之间的感情 真是太缠绵了 我们两个忍不住寒情相忘 我这永远也不会分离的情人 也激动的吻了我的嘴 死后的种种 我无法再向你描述了 这弗兰西斯卡的意思就是啊 他和保罗一起在看黄色小说 然后忍不住就开始啊 这个 蛋丁也脑补了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定御 突然就嗷了一下 晕倒了 悲伤过度啊 旁边的这个维尼尔一看 啊 怎么又晕倒了 啊 这个 习惯了吧 蛋丁醒来之后 一整年啊 就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第三层 饕贴大餐地狱 这里就是为那些大吃大喝的人准备的 他们就躺在污水里 整天被冰雹 被冻雨砸 又脏又冷 这里还有个大boss 是三头地狱犬 克尔波罗斯 这个三头犬不是野生的 它是希腊神话中 大地女神盖亚 和深渊之神的孩子 纯正的神二代 他在这里天天的撕咬这些贪吃鬼的灵魂 他一看到 这个维吉尔和丹丁 啊 就准备上去咬他们 维吉尔就赶紧拿着泥土 咔咔地往他嘴里扔 这一下地狱犬就安静了啊 咔咔地吃泥土 丹丁在这里没走一步 就听到嘔嘞一声 嘔嘞一声啊 总是 他总是踩到别人 维吉尔就叹了口气说 他们只有等到最后的审判到来时 才会起来了 到那时 幸福的更幸福 痛苦的更痛苦 但这一切将接近完美 然后呢 他们就继续往下走了 丹丁和维吉尔这么一转弯 就看到一个魔鬼一样的怪物 就在嗷嗷叫 啊 撒旦 啊 神啊 这个人就是希腊神话中的财神 布鲁托 在古希腊语中 布鲁托就是财富的意思 这里就是第四层贪婪欲 在这一层有两队人马 一队是守财奴 一队是败家子 他们胸前都有一个大石头 一边推啊 一边走 他们相向而行 啊 鼠菜奴遇到了败家子 就相互对骂 啊 你怎么这么小气 另一队人也就一起骂 你们怎么这么败家 之后他们就背过身 继续推大石头 然后再走到另外一头 再碰到一起 然后再这么骂一次 周而复始 相当壮观 丹丁一看 哎呦 这里面怎么还有红衣主教和教皇 在丹丁那个年代 欧洲的天主教会为了钱财 就开始卖赎对卷 赎对卷也叫大赦证明书 据说买了之后 就可以缩短在炼狱里洗涤罪孽的时间 快速进入天堂 在1095年的教皇沃尔班二世 就发动了十字军东征 宣布啊 这些战士拿了赎罪券就可以免除一切罪 然后死后直接上天堂 等到1313年 教皇就开始公开发行书罪券 杀人八个金币 伪造文书六个金币 明满标价 还有广告词 当你的钱投进捐献箱的时候 叮了一声响 你的灵魂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 直打天堂 挺有意思啊 关于教皇的故事 新来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一期 里面有大主教和名侦探柯南的故事 非常好看 这两个人继续走啊走 来到了第五层地域 愤怒域 但你的眼前又是一条河 叫做斯蒂克斯河 刚开始的那条河叫阿卡戎河 是分离阴阳界的民河 这条是环绕民界的民河 斯蒂克斯河是那种雾气缭绕的沼泽 里面都是非常恶心的黑泥 很多灵魂就在污泥中相互撕打 帝王贵族都在里面 他们生前都非常暴力 滥杀无辜 死后就在污泥中打架 但还有些灵魂就非常佛系 这躺平了 脸就在这污泥里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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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泡也不说话 这帮人以前愤怒的话说多了 现在累了 就躺在这屋里里面 休息反思 带领于是坐船过了河 他们就来到了一座 有着铜枪铁壁的城市 叫做迪斯城 死者之城 这座城里面有着永恒的烈火 城墙就被烈火烧得通红 地狱的六七八九层就在里面 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刑犯 撒旦的魔鬼一群一群的 都在里面住着 维吉尔带着弹丁刚要进入城中 特别多的魔鬼就跑出来说 这个人没死 怎么能进来 维吉尔就向前和这个魔鬼理论 但是魔鬼没说几句话 赶紧跑回去 把门咔嚓一下就关上了 维吉尔和弹丁两眼 这个大眼灯小眼 这怎么回事 维吉尔就尴尬的说 别担心 上帝会派人帮我们的 我们先等等 弹丁一听就紧张了 你这个人是不是没有把握 这个时候城门的塔楼上 突然出现了三个复仇女神 实际上缠着青蛇 他们有指甲 这个划破自己的前胸 而且这么啪啪的拍打自己 大叫 叫美杜莎出来 把他们都变成石头 这事维吉尔就赶紧用手 捂住丹丁的眼睛说话 这个快把头转过来 要不然你就再也回不到人间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突然天空中刮起了 飞沙走石 大地震动 刷了一下 咔嚓从天上 飞下了一个满脸愤怒的天使 从朝则上 凌波微步 大步奔来 怒喊 你们这些狂妄之辈 从天上堕落下来 还不知罪吗 能来这里的人 都是奉上帝之意 你们要是阻挡 小心再遭惩罚 然后咔嚓这么一点 这个迪斯城的大门 门就 打开了 然后他头也不回 粗了一下 就消失了 这位就是宇宙最强战士 天使长 米加尔 这回丹丁和维加尔感觉到有恃无口 大摇打崴的就走进了迪斯城 迪斯城里就是地狱的第六层 一眼望去 遍地都是着火的墓穴 墓穴的盖子扔的到处都是 里面还有人在里面哀声叹气 丹丁就问 这是谁啊 都死在坟墓里 还要被火烧啊 维加尔就说 这是古希腊伊比纠鲁和他的信徒 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上帝 这伊比纠鲁是公元前340亿年的古希腊哲学家 他出生的时候也没有基督教 按道理呢 他应该被放到Limbo里面 但教会认为他罪孽深重啊 这怎么回事呢 伊比纠鲁啊 其实啊 他买了一座花园 在里面种菜养花 开办学校 谁都可以去学习 不论男女老少 还是奴隶啊 有教无类 在当时呢 也是非常开创的这个先行者 这个伊老师在深山花园里 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什么才是快乐 严如玉黄金屋啊 权力之类的在他心里都不是快乐 他觉得能达到内心的平静 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个伊老师就是古代希腊的仁波切 大师 从这里出发 他就提出了对神的看法 说神应该是存在的 但他们不会干涉人的生活 大家不用害怕死亡 因为人死后灵魂就消失了 这种观点就是砸了宗教的厂子 这个教皇还要卖赎罪卷呢 灵魂都消亡了 谁来买赎罪卷 所以呢 伊比旧卢就属于异端邪说 要放到这个异教徒的地狱里 丹宁和维吉尔就走过这些大坑 继续往第七层地狱出发 丹宁越走 越觉得这个气味 这个怎么不太对劲啊 这个维吉尔一看啊 就说这个气味是有点重口味啊 要这么走下去 咱俩肯定就会清蒙了 我们在这里缓一缓 大口呼吸 这个习惯就好了 第七层地狱里面有三个环 每一个环都关着不同的暴力犯 这里就是施暴者地狱 第一个环就是侵犯别人的身体和财产的 这个杀人者和强盗就在这里 第二环就是破坏自己的身体和施暴者 有自杀的还有赌博的 这赌博的就是破坏自己的财产 第三环就是对上帝施暴的人 就是那些藐视上帝的人 还有索多玛人 还有放高利贷的人 这索多玛人其实就是指的同性恋 在圣经里索多玛城全城都在搞急 另外呢 很多宗教都禁止放贷款 当时犹太人就专门找基督徒放贷款 这也就是欧洲为什么反犹太人的一个原因 丹丁 丹丁又参观了这么一圈 访谈了很多历史名人 接着维吉尔就把丹丁的腰带 插一下扔到了深谷 不一会儿从深谷的迷雾中就浮出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人头蛇身 长得蝙蝠的翅膀和狮子的爪子 尾巴上还有个蝎子独针 但这怪物的脸啊 就长得这个一幅伟光正的样子 很有男人味 但这个气味还是很臭 非常诡异 这个怪物叫做格里翁 是公元六世纪的神话怪物 以后我们要讲一讲希腊神话 丹丁和维吉尔就坐在这个格里翁的身上 慢慢滑翔 这个丹丁的心啊 跳得越来越快 因为啊他听到了第八层地狱的哭声 第八层地狱是欺诈地狱 这个地狱是一环一环的 弄得跟飞镖盘一样 地狱的中间还有个大洞 里面直接就通向地狱的第九层 这坑的旁边啊 一圈一圈的 是一坑一坑的 就是放坏蛋的 这些坑一共有十个 就是给十种犯了欺诈罪的人准备的 比如那些羡慰拍马屁的人 就把他们泡在粪池中 那些算命的 就把他头给扭过来倒着走 还有什么伪君子啊 挑拨离间的啊 电信诈骗的啊 丰富多彩啊 人类自从有了智商之后啊 这百分之九十的坏蛋都在这里啊 丹丁继续往前走 就听到巨大的吹号声 他一看啊 远方这什么东西啊 新座城吗 维杰尔就说 那些都是巨人 他们被铁链绑的没办法动弹 但这个维杰尔就跑上去跟巨人说 哎大哥帮忙忙 帮我们下去吧 等我们回去 我们就把你的名声流传千古 要不然我们就去找别的巨人了 这个维杰尔老师是古希腊的文学大师啊 口吐莲花 直接把这个巨人给说懵了 巨人就用双手捧着他们啊 把他们送下了最后一层地狱 关于巨人的故事啊 请迟进杂这里啊 非常精彩的节目啊 到了第九层 就是最后一层了 就是背叛者地狱 背叛者地狱里面又分四层 但丁这么一进来 脚下就是一个巨大的冰壶 冰壶里动着很多人 动着直打战 这座虎叫做科奇吐斯冰壶 是希腊神话中 渡了人类的泪水聚集起来 形成了湖泊 这一层犯的罪 就是背叛亲属 杀害亲属的 叫做该隐戒 该隐就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杀人犯 圣经中记载 他杀死了他兄弟亚伯 像这种背叛亲属的 内心就毫无温度 那死后他们就在冰里受土 但丁女士就接着走 到了第二层 看到有几千张 动得发紫的脸 仰望星空 这一层啊 就是那些背叛国家的人准备的 这丹丁走着走着 一脚就踩到一张脸上 那一声 那个人就大叫 你是谁 干嘛踩我 难道又是来报复我 当年在蒙塔伯尔地质战的叛变吗 丹丁一听 这么熟 这是我家乡弗洛伦萨的历史 难道这个人就是 背叛弗洛伦萨的大叛徒 包卡 丹丁一听 无名火就上来了 蹲一下 一把就揪住那个人头发 大声吼叫 说你是谁 不告诉我的话 我就把你的头发给揪光 这个大叛徒包卡 在当年的战斗中 被对方买通 大战一开始 骑士们刚准备冲锋 他就咔嚓这么一刀 把他身旁的一个 骑手的肩膀砍掉了 这个军旗落地 群龙无首 弗洛伦萨的军队就不愧不成军 被敌方全部击灭 包卡见到了丹丁 这嘴还硬 就说 你露光我的头发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丹丁一听就气了 就咔咔地揪他头发 这个场面十分混乱 能把丹丁这么斯文的人 逼到这个地步 可见这个叛徒 是多么可恨 接下来就是第三届 多梅离界 是出卖客人者的地狱 这些坏蛋 就是喜欢开鸿门宴的人 他们就来到这个地狱 丹丁在这里 看到两个人 在撕咬和打架 非常惨烈 这两个人 就是乌格利诺伯爵 和大主教卢吉埃里 大主教卢吉埃里 当年邀请乌格利诺伯爵 上门吃饭 共上大计 乌格利诺伯爵非常高兴 他还带着 这四个孩子一起参加 结果大主教路吉埃里 就把他们五个人 全部抓起来 关到一个塔楼里 把这五个人 全部都活活的饿死了 这里的恩怨 无非都是为了权利和财富 但年继续往前走 就来到了最后一层 犹大界 就是背叛神的人 所在的地方 罪孽最深重的一层 这些人在这里 动得干干的 连动不能动 说话都说不了 各种姿势 就冰在这个冰湖里 再往前一抬头 有一个庞然大物在冰湖里 这就是地狱之王 路西法 自从他背叛上帝 带领堕落天使 攻占天堂 结果被米加尔打下来 就一直直挺挺的 坠落在这里 一直待到现在 大魔王一共有三个嘴 一边吃着灵魂 还一边流泪 想想当年的悔恨 还有无奈 关于尤达的故事 埃及挖掀出的尤达福音 说尤达并不是叛徒 心爱的朋友 可以看看这一集 到这个时候 丹宁的地狱之旅 已经走到了尾声 他就写道 他在前 我在后 我们一起攀腾 直到我们 透过一个圆洞 看见一些美丽的东西 出现在天空 我们于是就走出这里 重建满天繁星 丹宁的地狱之旅 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还有 炼狱之旅和天堂之旅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 梦渣下面的订阅按钮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加入 我们的优秀天才团 剩下的两部 我们以后再讲吧 我们下期再见 嘿大家好 我换了一个小房间 刚收拾出来的 这有点乱 但这并不重要 主要我们有好故事 哪里讲都一样 是吧 上周去了香港 太忙了 也没拍什么东西 以后我觉得 可以拍个vlog 把我的所见所闻 分享给大家 看看有什么 有意思的事情 非常有意思 不过太忙了 人为什么都那么忙呢 再烦 Stitc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